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梓敬 今天是2019年12月6日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SafeHKF群組的成功 以及黃藍支持者的文化差異 在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讚好並留言我們這段影片 讓更多的市民可以了解一下主流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先說說SafeHKF群組是甚麼和為何成功 SafeHKF群組是這幾個月崛起的親建制派Facebook群組 現在這個Facebook群組已經有14萬人在內 這個群組成功之處我認為是有兩點 現在有很多親建制派的支持者在內 其實都可以暢所欲言說自己比較親建制派的東西 或者是比較藍營的東西 所以他最成功的地方 其實就是給這群親建制的支持者 因為很多時候這群人不願意在Facebook帳戶上 分享太多親藍或是親警察或是親建制派的資訊 因為很多時候都會受到蓬佩的攻擊或影響 如果當他發出一些比較親建制的東西 有些人會說他沒有良知 有些人會攻擊他 所以他們很害怕 發出這些東西在他自己的Facebook帳戶上 就會有人unfriend他或是攻擊他 所以他們又覺得自己很屈結 一路像是想說一些東西 又不敢說 又說又被人攻擊 所以他們就找一個平台 讓所有人都跟立場行的意見 他們說的時候就比較可以暢所欲言 我們看到SaveHong Kong 這個群組裡面很多時候的內容 都會有一些所謂的藍營支持者 說一說他跟家人不同的政見 又或者會引來有些人quid group 又被人被攻擊 甚至有些警務人員在裡面 說一說自己的工作有多辛苦 這些都是在這個group裡面 能夠引起很多共鳴或like的post 其實很多時候這些post的影響力都很大 現在SaveHong Kong 這些成功的post動輯都有兩三萬個like 所以其實可以說很多藍營的支持者 都在裡面找到他們的資音 我覺得這個保護的環境 令到他們不需要在自己的facebook帳戶 分享這些政見 是SaveHong Kong的一個很大的特性 也是他主要成功的原因 第二個我認為SaveHong Kong成功的原因 就是因為SaveHong Kong聚集了一群跟傳統我們印象中 建制派支持者有一點不同的demographic 傳統來說 很多人都會覺得建制派的支持者 可能是年紀大一點 甚至乎過往就是維園、伯伯 這些形象、印象 就是主流媒體的建制派支持者 但事實上你也看到過往的選舉結果 都告訴你 差不多是四成的香港市民 多多少少也好 其實都是支持這個理念 那怎可能只有那批人呢 事實上在SaveHong Kong成立初期的時候 它的核心很活躍的成員 其實很多時候反而是一些 中產甚至是高中產、高收入 以及高學歷的人組成 有些人可能做銀行業 在外國讀完書回來 他們會覺得 他們的憑貝之間 基本上如果像我這些年紀80後 甚至乎如果再小一點90後或千禧後 支持建制派的比例其實真的很少 所以這群人 他們做銀行 當然對香港的經濟 也希望是比較穩定 不會影響到他們的工作 比如人家倒路、阻塞交通 等到他們上班受阻 他們也會有很大的感想 所以他們聚集了一群人 覺得他們終於找到一群 跟我背景差不多 我也很羨慕 因為在Facebook的群組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哪個朋友在裡面加入了 所以他們在初頭的時候 這群人就成為了 這個Safe Hong Kong的核心 我自己認為Safe Hong Kong的成功 主要就是這兩點 第一就是安全的地方 可以說自己的政見 不用怕被人攻擊 第二就是Safe Hong Kong 自己本身 尤其是一開始的時候 這群人是相對一些精英階層 令到大家都會很願意 跟這個團體 而這個團體現在也越做越大 他們也開始搞網聚 也會搞一些活動 其實我看到有幾次清潔路障的活動 都是由Safe Hong Kong的群組開始動員 我相信他未來的發展也會不錯 因為我看到Safe Hong Kong現在也開始拍片 他會做一個比較認真的平台 事實上這個Safe Hong Kong的現象 不單是在Facebook上特有 其實我們也看到很多專業的團體 開始他們也會分成一些藍群組 講一兩個例子 例如律師 大家都會認為大部分律師都是黃 例如最近有一批律師 叫Lawyer Hong Kong 他們認為是比較藍一點 或者是希望社會穩定的一群律師 去搞活動 或者是凝聚一下 甚至乎他們提供一些 他們認為是比較正確的法律資訊 給市民了解 究竟你做這些事的時候 連龍場 那你鐵連龍場 其實你以為觸犯了什麼法例 如果你要去青年龍場的時候 你需要注意什麼 那這個群組也會提供一些有用的資訊 還有我們看到很多救生會 即是有些救生會 其實也會有分開的藍群和黃群 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契機 去凝聚這些傳統上 我認為大家和大家印象中的 維園亞白色藍營支持者不同的一群人 譬如我自己所屬的學校圍 我們也有一些希望社會穩定的一群人 這群也不是印象中的藍營支持者 所以帶出這個Safe Hong Kong成功的原因 其實我覺得也是另一個原因 為何現在我們建制派 在今次的輿論戰 輸得這麼慘的原因 就是因為大家要看回 藍營和黃營支持者的文化差異 其實是一定的存在 你要明白一個人為何 當然每一個人不同 但是為何很多人會支持建制派 或者很多人會支持黃營呢 我自己覺得 本身最大的分別就是 對於現有的制度和社會狀況 滿意和不滿意 如果你對於現在社會制度不滿意的話 你希望改變它 當然就會支持黃營 如果你認為現在香港仍然有很多問題 但是在基本上都可以 總之不要搞壞現在我們有的事情 不要說要攬炒 不要說要破壞我現有的生活模式 那這群人當然會支持藍營 即是說一群人對社會現狀很不滿 另一群人對社會現狀基本上認為可以接受 在這個基礎之上 其實我們也會過往看到 其實黃營的支持者是會被藍營的支持者Vocal 即是說他們更加樂意 更加敢於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去發現 特別是在70後80後90後千禧後 黃營的支持者比較多的時候 他們就更加會夠膽去說 九而九之 因為始終就說憑貝壓力一定會有 其實如果我們看到黃營的支持者 不斷在發出一些有利於他們的資訊 但是藍營的支持者 就不敢發出這些資訊 其實他們永遠都不貼貼 其實是在看你們這些資訊 那這群所謂中立的那些 其實會很容易受到黃營的文宣 所影響 可能是開始偏向他們那邊 這次的選舉結果 我們也看到過往有一些中立的 其實就是過了去支持民主派的候選人 所以這一個的效應是很真實的存在的 所以接下來我希望能夠做多些工作 去鼓勵更多藍營的支持者 說回他們真正自己相信的事情 因為這群人不是我們 有些人抹黑他們做五毛 這群人是真實地存在 做銀行在外國回來 中產有知識的朋友來的 這群人其實是說回自己相信的事情 又沒有收錢的 在說話的時候 希望能夠藉著他們 每個人的Facebook都有朋友 也會有自己的朋友 也會有自己的朋友 或是以前的同學和同事 也好 希望藉著大家願意更多發聲 去影響身邊中立的人 就算影響不到他們 也平衡一下 別人說我們不說的話 那別人就贏了 所以接下來我會做的 希望大家繼續留意我們的影片 讚好、留言 以及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們會繼續在未來的日子 和大家分享更多 媒體不想給你知的真相 拜拜